来,这边的话呢,我们介绍的是三角函数之中的话呢, 角度是负的,就负角的话的互补性值。 怎么说呢? 那我们的话呢,知道一个单位圆, 这里角度是θ的话呢, 这个坐标大家都非常清楚了, 这个坐标叫做cos的θ, sine的θ, 这个坐标在这边。 那我们再来看,如果我们的角度的计算的话呢, 都是以正向的这边来计算的, 逆时针的方向去旋转出来的角度, 这个是逆时针,那这边叫做顺时针, 如果是颠倒过来的话呢, 那我们就叫做负的角度, 那这个地方负的角度有没有关系呢? 没有关系,我们就照写它的坐标, 这是cos的负的θ, 那这个地方的坐标是sine的负的θ。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, 从图上面是不是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? 请看, x的坐标是不是一样? 这两个坐标, x是一样, 那y呢? y的坐标一个在上面, 一个在下面, 大小相等, 正负相反,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等式。 来,什么等式呢? cos的负的角度,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cos的, 没有, 相当于什么呢? 是负号被它自然的给吃掉了, cos的话呢, 它可以化解掉负号, 也就是负的角度直接的话呢, 杀掉负号就可以了。 那sine呢, 各位同学看一下, sine的话呢, 是y的坐标, y的坐标这个地方是差一个负, 负号, 那我怎么写, 让各位同学比较熟练呢? 来, 我们写出来给各位同学看, sine的负θ是什么呢? 这两个是差一个负号, 所以是负的sineθ, 那各位同学怎么样记呢? 负的角度, 如果是三角函数的sine的话呢, 相当于是可以把负号给扔到外面去,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性质。 另外一个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性质, 我们顺便跟各位同学提一下, 那角度的话呢, 如果是差180度, 各位同学看一看, 这个180度的话呢, 这个的坐标是多少呢? 这个坐标的话呢, 是cosine的180度减掉θ, sine的180度减掉θ, 各位同学看看这个坐标, 那我们来想一想, sine的话呢, 真正的跟它的值是一样的话呢, 是差的, 这个是没有差, 这个的话呢, 是一个正一个负, 不过我们在实物的计算上来说的话呢, 其实的话呢, 直接就看它距离180度差多少就可以了, 就按照我们的广义的三角函数的计算方法就可以了, 那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, 这个地方比较重要, 那顺便提一下, tangent的话呢, 负θ又是怎么样呢? 那各位同学知道, tangent本身就是sine除以cosine, sine除以cosine, 那各位同学看一看, 这个负号可以提到外面去, 这个负号被吃掉, 所以的话呢是, tangent的话呢, 跟sine比较像, 它的话呢, 负号可以扔到前面去, 那从此以后, 我们这种这个公式的话呢, 是我们耳熟能详, 如果同学用到的话呢, 负的角度, sine是丢出去, cosine呢, 是直接吃掉, 来, 我们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例子, 如果今天你们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, 负的60度, 那各位同学会不会直接写答案呢? 负60度没关系, 有负的直接化解掉, 直接变成cosine60度, 等于多少? 二分之一, 好, 我们再来看哦, sine呢, 负的60度, 那是多少? 负的, 在sine的来说的话呢, 它可以把它丢到外面去, sine60度是几, 二分之, 根号三, 所以的话呢, 各位同学的话呢, 我们这里面主要的内容是要让各位同学知道, cosine可以把负号直接化解掉, sine的话呢, 可以把负号扔到外面去,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, 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里, 下单你算是让我把负号双子, 把负号双子, 是択,